使勁揉捏仔细搅碎 四种口味月饼手工制作 抹茶口味最费功 我们从红豆煮成红豆泥 然后绿豆仁煮成绿豆泥 再加抹茶粉揉揉揉揉揉 然后再包包包包包 变成感恩 雪梨慈忌人迎接中秋节 预计要做出五千个月饼 无论量再多 每道程序仍不马虎 连盖个印章都讲究 你盖下去的力道 然后如果太轻的话 那个章就不够明显 如果太重的话 会把那个框边给印上去 去年有吃到月饼 所以我今年就觉得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来 它的味道真的非常好 对 有家乡的味道 手工的美味蕴含浓浓磁香芹 好吃又卫生防疫全程做到位 红烤冷却最后放进礼盒 每颗月饼又大又圆 诚意心意无价 有八颗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还有我们的平安面 希望大家全家平安 感恩 不只送给法亲 也送给各个机构 商家与街友 一份来自故乡的温暖 陪伴海外华人过中秋 大家新闻 珍珊美之宫 林美凤 严秀聪 叶莉莉 澳洲报道